OK 拍這個影片是有一點突然啦 然後現在的時間差不多是3點24分 通常這個時間我是在睡覺啊 不過相信大家昨天都有看過我的影片 就是關係到這個天天請必演的 凝浮廣者尊王的故事 當然這一集播出之前甚至是拍攝之前 我就已經心裡面有說 這一集應該會給很多人罵死 尤其是那一些宗教分子 真的是會給他們罵到很勾力那一種 就在這一集拍攝完了過後 然後再加上後期簡直差不多一個禮拜過後 這部影片終於在昨天上了 果然的 我猜到在我的Facebook上面咯 就有發現到差不多有兩條的這個comment 我講真的那如果他們這樣的講法啊 你們看了過後你們也會覺得不接受 在我讀這個comment之前 我應該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在昨天應付廣者尊王的那一集天天請必演裡面 我到底講了什麼 應付廣者尊王的身份其實就是 廣者尊王13個兒子 也就是13泰寶裡面的最後一個兒子 第13泰寶 因為第13泰寶他主要咧 他可以上天入地查事情 他可以上天庭 他可以下地獄 相信很多觀眾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在台灣那一邊的廣者尊王信仰裡面呢 不管是大泰寶 二泰寶 三泰寶 甚至是到了13泰寶的話 他們都會統稱為廣者尊王 因為每一位泰寶都可以 用他父親廣者尊王的名義來去調查事情 所以無論是父親也好 兒子也好 我們都統稱為廣者尊王 所以大致上 根據第13泰寶 他的職責 可以上天庭 可以入地獄的 這一個功能 他號稱為 陰府廣者尊王 其實是沒有錯的 可惜的是 我就在我的 comment那一邊 真的是看到了 兩條我覺得 我自己都沒有辦法接受的評論 第一條留言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來自中國 不過我應該要改一下我的語調 他就有講到 請別誤導民眾和污辱神明 然後在我的影片裡面呢 有提到13泰寶是 代天種代雪 可以上天庭到地獄 而不是什麼 陰府廣者尊王 陰府裡從來沒有出現過這一號神明 在這裡呢 我要吐槽你一句 陰府裡面 有很多很多代表性神明 也有很多很多代表性的先 你可以一一的列出來嗎 還是你有入過地獄呢 無論是神也好 仙也好 地獄裡面的神明呢 是永遠永遠認識不完的 我們永遠永遠沒有辦法探索完 地府裡面的神明嗎 最重要一點是 他說我 是不是有把錯誤的訊息 帶給我的粉絲觀眾 社會網紅的我 應該要把事情查清楚 才把正確的事情 帶給我的觀眾和粉絲 他就說我捏造消息 胡弄這一些消息 我想說的是在說每一組神明的故事之前呢 我們呢 身為網紅 身為一個有責任的主持人 我們是必須要 找到一些可靠的史料 來去吻合當地廟祖 或者是當地人的說法 我們才敢錄製這一部影片 如果這史料不符合的話 我們是絕對不做的 希望你能明白這一點 如果你不了解我的節目的話 請點上面 這裡有一系列的天內請閉 你可以慢慢看 另外一個更加過分的 這個可能是馬來西亞人 這個東西呢 可能就代表著你的見識不夠廣 我問你啦 三太子有沒有陰 你們都講什麼流氓三太子 地獄三太子 什麼一大堆三太子 你們都信了 為什麼就沒有陰的 往著走往咧 可能你有沒有認真看過我影片 是不是因為我的影片15分鐘 你 skip 了太多 然後你就 妄下定論咧 而且我在影片的結尾裡面 我就有講到這一句話 無論是什麼生命都好 各地方有各地方的文化與特色啦 就是大家不要太過於爭論 就很像上次上了集的那一集的 先公的那一集 其實很多人也不知道這尊生命的存在 印斧光這尊光也是一樣的 就是帶給我們的訊息 除了孝道以外啦 在你還沒有了解真正它的來歷之前 就不要妄下評論啦 畢竟它是什麼 一種信仰 至於地靈殿的廟祖咧 我想跟你們講的是 你們不用覺得我很為難 還是什麼東西 因為我也有在尊光的面前發誓講 我肯定會把他的來龍去賣給講清楚 就算我被罵被講都好 我覺得我有這個責任 來去幫他洗白 如果你們想要知道更多 印斧光這尊光的資訊 還是活動 還是他的照片也好 你們可以去到他的Facebook那一面看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可靠的 因為如果真的沒有這一號生命的話 他也請不到這個生來 他也沒有本事 帶著那個印斧光這尊光的精神 去到城隍店那一邊 去開光點點 然後去做一點封號之類的 再一次我想借這個影片 跟廣大的網民們講 請你們 更認真真的 重新看完我 昨天的那一部影片 再來去評論這件事情 你們要評論什麼東西都好 這個是純屬你們的個人觀念 但是請你們留下一點 健康一點的評論啦 不要這樣子啦 ok please 真的 因為我覺得有點過分啦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我希望我這一個影片可以澄清 可能昨天沒有講到的東西之類的啦 我要睡覺啊 晚安 等兩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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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こはどこの細道じゃ 適合的 多久